大家好,我是苏小和 许章润先生这几天又是成为一个兴奋热点 大家也都在说 我一直也还处在一个观察状态 许先生收到了美国哈佛大学费人情研究中心的聘书 请他去做研究员,为71年 所以很多人为他高兴 但是很快又看出了一些另外的一些消息 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就心里去咯噔一下 我觉得土工这么臭不了脸 他能够让许章润先生这个时候出国吗 这一纸聘书它到底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呢 但是我没有看到其他的消息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太多的讨论价值 果不其然 过了大概一两天的时间 网上出现了一个关于许章润被土工惩治的一个文件 然后列举了四大原则 关于许章润的四大原则 第一是不准接受任何采访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 不准说这个事 第二是不准离开北京 OK 不准离开北京 你想想不准离开北京 那第三那当然就不准离开中国 不准出境呢 是不是 你想想吧 还有一条是什么 我一下想不下了 待会再说 你觉得土工这样对许先生的一种打压 这才是土工的标准的做法 是就是服务一条龙 所以我们看到许先生这段时间 因为一些言论上的一些问题 写了一篇文章 批评了习近平而已 你做一个知识分子 言论自由是你的唯一的筹码 批评习近平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没问题 这在正常的国家 这太不是个问题了 可是在中国这是天大的问题 所以许章润这段时间 遭遇了土工的一条龙的服务 真的是全方位的全套的服务 首先是被抓进去了 你说是不是 完了以后是给了他挪制的一个罪名 是嫖娼罪名 这对知识分子那是最龌龊的罪名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士大夫 都是什么叫做高峰两劫 都是叫什么 为人士 你想想 无论是从道德 还是从学士 还是从行为 那都是中国人的典范 中国人的榜样 中国是一个尊师宗教的国家 那是为什么要尊重老师 因为老师不仅学师高卖 而且品德也招人 是不是 结果没想到没想到 一个批评习包子的这么一个知识分子 结果是一个嫖娼的家伙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们就想起包子底所说的话 中国一不输出革命 二不输出贫穷 有什么可以说三道四的呢 这个话放在现在呢 就是许章任他妈的你又是一个嫖客 你他妈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习近平是一个嫖客 那我又我嫖的本人是你一个知识分子 你应该当装批犯 你还嫖娼 你还好意思批评我 你给我赶紧闭嘴 所以我们的许先生遭遇了一条龙的呼 这还不算呢 嫖娼罪问还没下去了 马上开出他的公职 我在共产党的大学 著名的所谓的清华大学 我在那里也学习了一段时间 结果就把他这个开除了 一切的待遇都没有了 是不是 没有退休工资 没有地方上班 没收入了 成为了一个赤品阶层 对吧 成为了一个事业人员 所以第四个一条龙的服务 第四部又来了 这个清华大学故意给他寄了一张纸 一张什么纸呢 一张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是事业人员登记表 许章润南岸多大个年纪你住在哪 你已经成为一个事业人员了 所以这个现在要请你到 什么时候就会报到 报到干嘛呢 因为你的那个人事当感过去 像许老师这种人事当感 他都是在清华大学人事部 是吧 管理的呀 甚至于如果级别高一点 那都是在教育部管理的 是党和国家的人才是事业编制的 是不是 那很重要的 你现在以前没工作了 没单位了 你那套人事当感 你放哪儿去呢 你知道中国每个人都有人事当感的吗 很多这个年轻人可能不大明白 每个人都有人事当感的 人事当感里面每年都有这个单位给你的考评 你自己是永远看不见的 只有那些人事管人事的干部 每个单位管人事的干部才能拆开才能看见 像我以前换一个单位 然后呢就要带一个卷宗啊 就一个牛皮纸的信封里面装满了我自己的人事当感 然后上面贴着个封条 你不能看咯 在交给你的这个下一个人事单位之前 你不要打开 打开是不是犯罪 所以我从来没看过 然后我就pdpd在新的单位报道 然后把人事当感就给他们 尤其是我第一次从教育部门啊 当老师嘛 跳到了这个政府的机关 哇 我要带到档案去 我我根本也不敢看 然后后面的这个人接着就看到了 后来我都离开了这个公务员体制呢 变成了一个无业人员了是吧 那这个人事当感就没有地方放了呀 有些人呢他就放在什么呢 叫做人才交流中心啊 其实就是瞎扯吧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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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新成立的一个部门 因为有很多人下海吧 很多人没有职业嘛 但是你又有一定的当感呢 你放哪呢 就是您是就捏了一个部门 叫人才交流中心里面 可以管管你的档案啊 你知道吗 然后还每天还找你收点钱 就管你费用 保档案保存费用 所以这个中国人非常可笑 你说这个档案跟一个人有什么毛关系呢 你为什么要有个档案带在手上呢 就感觉到我带这个档案走 就感觉到我跟过去的这个什么 看水浒传的时候 一个罪犯他就额头上这个脖子上 就掏着一个枷锁 没有任何区别 我觉得非常荒唐 知道吧 然后后来我都离开了公务 公务系统了 不再做公务员了 然后我去到这个大城市去找工作了 是吧 找到了一个大公司 开始做所谓的职业经理人 你说是不是 当办公室主任 这是我自己还是有档案的 那我档案都带着走啊 是不是 啊 所以我又批着批着交给这个 这个公司的这个这个人事部门 哎这个公司呢也有党支部啊 也有这个人事部 他还跟你管 但你不用不用交钱 因为你好歹也是一公司嘛 很大的一个公司 后来公司我也不干呢 我他妈的自己干行嘛 然后我又自己又这个离开了公司 彻底成为了一个无业有名 三无人员 社会闲散人员 这时候你人事档案谁来管呢 人家人是不是不负责管你的档案 所以你必须把这个档案拿出来 要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去 然后我批着批着一去 我说我要放过来 然后一年还收多少钱 我一听火冒三丈 我当场就立马就一把火给烧了 我没看 为什么呢 我怕看出什么 里面有对我的各种黑材料 我这么气死了 知道吧 然后我要去找别人去报复去了 我觉得都过去的是 我不想心生仇恨 我安安静过我的日子 我一把火就给 就给真的就给烧了 我告诉你 然后烧了以后对我有什么影响 没有任何毛影响 我后来我来到北京 然后 然后没少写文章 没少赚钱 日子过得商好水好 跟这个档案有他有什么毛关系 就中国人很可笑啊 这当然就扯远了 就像这个许章任先生 也是遭遇了我当年所遭遇到的问题 就是你的人事档案 你不能放在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不负责管理你的人事档案 你又没有工作 你也没有单位是吧 你是个社会闲散人员 那你档案放哪去呢 这有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人才交流中心 一个就是 但是放在人才交流中心 你有个前提的 你的要居委会 要盖章签字 要同意放过去 因为每个人都有 在城市里面都有个居委会 所以居委会就给他 发了一个通知 说你许章润 没有先生 也没有老师了 什么都没有 许章任 冒号 请你于几月几号 来居委会报到 参加事业人员的 再就业的培训 你听这个话 真的是完了以后要带好 几张什么 一存的免贯照片 你的什么 一堆要带好 然后不准缺席 因为你确切就一本 你再也不能再就业了 所以你就想想 我们的堂堂 大学问的徐老师 徐大人老师 他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告诉你 这是共产党对你的一条笼的服务 他就是要羞辱你 就是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个人 你不仅仅是一个嫖娼分子 你还是一个这么的社会闲散人员 你没工作了 然后就一步一步的 一环一环的 一环都不拉的 就是不断的羞辱你 剥掉你的所有的那点 来自于知识人的一种 所谓的交往和子孙 让你觉得感觉到自己猪狗不如 这时候你老老是听话了 是一种羞辱 知道吧 就在这个时候 接到了这个哈佛大学的 中国研究所 费人心中国研究所的聘书 哎呀好多人都高兴了 觉得这才是徐老师应该去的地方 徐老师很有学问 法学家文章写的一 一首漂亮的这个文文半文半白的这种这个 这个女时代不那么合拍的这种 我在我看是怪怪的文字啊 因为我对文字的要求 真正有力量的文字一定是口语的 越是口语的 越是有力量的 你看我们圣经就是 那个年代由西方人翻译过来的 这样的好的合合本 那是正儿八经的口语写作 了无奇哦 真的啊 外国人翻译的 那个语言好极了 至今是 汉语白话文时的最好的 经典的范本 没有之一我跟你说 但是我们的徐老师的 就写的那些文章呢 我是不太爱看啊 啊 但是他有他自己的趣味的偏好了 我也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我就想说 还是为徐老师高兴 你说你一个法学家啊 一个对中国问题很有研究的 这么一个总是永远在关注 中国向何处去的这么一个勇士 这么一个知识人 这么一个士大夫 你说去到费政清研究中心 去做一年的研究 做一年的访问学者 那该是多么什么般配的一个事情呢 我们应该要洗大补奔 为徐老师高兴啊 然后应该要搞几桌酒席 欢送徐老师去这个什么美国 去工作你说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 这时候土工的一条农的父母 又现出了新高潮啊 网上现出了对土工 对这个徐老师的四重禁闭啊 彻底禁闭 我刚才说了啊 上来就说了 第一不准离开北京 我就不明白 你一个自由民啊 你一个你一个正常人 你也没说他有什么罪啊 他有罪你就把他抓起来 关进监狱得了 他也没把他关进监狱 你只是开除他的工作 他有什么你有什么权利 有什么理由 不让他离开北京 你跟我说说看看 有什么理由 你的理由是什么 哎呦真是气死个人 第二是不准接受采访 尤其是不准接受海外的采访 你不准接受采访 就不准接受采访 这一点也可以理解 你还不准你人家离开北京 禁止出境 他到底有什么错 你为什么要禁止出境 你跟共产党没有道理可讲 你知道吗 所以这就意味着 这是再一次的羞辱 也就是说 你这个费林青研究中心的聘书 在我共产党看来就呵呵一笑 什么都不是废纸一张 狗屁不是 我就压就这么牛逼 我不让你出去 我看你怎么个聘反啊 你你通外国 你那黑我的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能让你得逞吗 不让你去活生生就给切死你啊 他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就想想这个徐老师不容易啊 我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容易 我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 在这个国家啊 他的苦难呢 真的我远远从来就没有过去过 真的用郭文贵的话讲 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 那是刚刚开始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徐老师只不过先行一步 遭受一连串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逼迫 迫害啊 这么共产党一条龙的服务 真的是从栽赃你的非常我龌龊的罪名 到开除你的工作 端掉你的饭碗 我告诉你这都是共产党的这个对对付 知识分子的标准方标准这个玩法 知道吧 他们就这么干的啊 这个给你一个罪名 一个龌龊的罪名 他不是说你啊 贪污 贪污你都赔不上 我告诉你啊 他也不说你说错话了 他就是说你嫖娼 我告诉你 就这么简单 让你脏 让你恶心 让所有的那些批鸣 听见许章人这个名字 马上就想起你是一个嫖客 就这么简单啊 污名化 完了以后呢 就是让你没有饭吃啊 这是共产党 整治知识分子的最常用的手段 毛泽东说的话啊 知识分子不听话 那是不给饭吃 就这么干死你 完了以后把你打入社会最底藏啊 成为一个事业人员 以前毛泽东搞的时候就是把知识分子的工作 饭碗全都给你端掉 把那把你送到最偏远的什么北大荒啊 什么夹边沟啊 什么什么武器干销啊 让你别读书了 别写文章了 让你天天干操活啊 让你扫厕所啊 你说当年好多知识分子扫厕所 是不是啊 最不听话的知识分子 就搞最脏的事儿 扫厕所是最配合你的 你扫男厕所扫女厕所 扫女厕所 你是个男人你怎么进去啊 现在敲敲门啊 我要扫厕所的啊 里面有没有女同志啊 里面有女同志的话 你还不让你不让你进去 不让你进去 你如果到时候你没扫 领导要来检查 又要批斗你 而且有的时候他故意撕坑 因为里面有个女同志 他在里面蹲着在蹲毛坑 然后知识分子在外面扫厕所 然后敲了门 他故意不吱声 结果他就进去了 一进去女人 一看见一个男人进来 就大叫强奸翻来了 完了以后又说他涉嫌强奸 又把他拖出去一顿批斗 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这个命 我跟你说真的 我们以为这些灾难 这些苦难过去了 没有 我看到我们当代的最勇敢的 知识分子许章润 所遭受的一连串的一跳龙的 共产党的服务 你就知道中国知识分子真的很可怜 而且更可怜的还不止如此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去的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费正清研究中心是个什么单位 是个什么地方 哈佛大学的一个下面的一个研究中心 是1955年成立的 当时叫做中国问题研究中心 后来因为第一任所长是什么呢 是费正清 著名的汉语学家历史学家 他是当了所长后来就改名叫费正清研究中心 后来呢就成立了 本来开始叫东亚研究中心 后来改成费正清研究中心 后来呢又成立了一个日本的研究中心 和这个日本的研究所和这个韩国的研究所 就分拆了 最后最后留下来的这个费正清研究中心的 主要是研究中国问题的 有一堆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性的文献 所以呢就刚才改名叫费正清中国研究所 或者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你说是不是他这么来的 这个费正清老先生是个什么人呢 他是共产党的粉丝你知道吗 真的费正清在中国长期游走 是非常据说是非常了解中国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打得不予乐乎的时候 他一屁股是支持共产党的 那个时候一开始美国的总统 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的 国民党跟美国人并肩作战 在远东作战你是不是 那可歌可其怎么就国民党一下子 就把美国人就给抛弃了呀 就是因为有费正清这样一批的左翼的知识分子 向往这个共产主义 向往社会主义 是吧 向往人类进步的这一批知识分子 自认为很了解中国 不断去游说美国的白宫的官员 游说美国的议员 说这就是中国未来还是要靠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腐败透顶靠不住 所以美国才有一个大转弯 然后抛弃了国民党 国民党只好仓出的仓皇的逃到台湾 然后留下了大好河山 我们的中国让给了共产党 所以中国终于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 共产主义集权 这是谁干的事情 这是费正清干的事情 而且今天的费正清研究中心 你去看他的文章 我没事我去在他们的网站里面去逛 全是左派 全是这种全球化 无边界的民主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美国的传统秩序 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基督信仰 就是一群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 一群伪善的知识分子 对人类文明的判断没有起码的常识 你说你说许章任这个人 他本来他就是一个左派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左派 完了以后去美国又去做研究 一头又扎进这个美国最专业的 这个左派研究所 你说他 哎呀我说的这个中国知识人的苦难 刚刚开始 不仅仅是指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打压 还指知识分子在这个拥抱左派的路上 那就一条岛走到黑 没有看见一点点这个更新和改进的可能性 这才是最深刻的悲剧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谢谢大家